那现在我们看最后一种未能 就是我们力学要介绍的弹性未能 一个物体系在弹簧上面 如果这个弹簧还没有伸长也没有压缩的话呢 我们令这个位置叫做零 这个叫做零 它一旦伸长以后啊 它伸长量这个X就是从这个零到这里 伸长这个X就是它后来的位置 好现在我们假定 这个弹簧的力长数是K 我们用水平力将物体往正X方向拉开 往这里把它拉开 好那么我们就看 它现在有好多力啊 拉的时候你看 它有什么力 有P的力 你拉的力 然后MG 重力 然后这个接触力呢 有N摩擦力 我们先不计 不计 然后弹簧有拉回来的一个恢复力 叫FEL elastic force 就是弹簧的弹力 我们现在要问 弹簧的弹力做的公式做的 我们先不管别的力做的公式 我们只管弹力做的公式多少 就是FEL 它是等于这个 它是跟弹簧的伸长量成正比方向相反 它从XA到XB所做的公式是什么 那我们就按照公的定义把它写出来啊 好那么这个呢 把这个值带进来就变成这样 X跟X这是单位相反 到底就变成E啊 它就变成KXDX 积分就变成这个 因为这个力做的公最后是跟起初的位置 跟末后的位置有关 因此我们知道 这种形态的公可以写成为能的长 为能的长 那么这就是deltaEP 那么因此我们说 这个时候弹力 弹力 这个力也是一种保守力 弹力也是保守力 那么它的位能到底是什么 你不能说 这个就是B点的位能 这就是A点的位能 不是 那么因为它这里头都有一个长数啊 像这个 积分的时候有个积分长数 被消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设定 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弹 它的弹 弹性位能等于零 如果我们设定 我们看这个形形了 X等于零 它就是零啊 对不对 假定X等于零 EP是零 那么C就是零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假定 在位置X的时候 它的位能就是 二分之一 KX平方 好 现在我们 来做一个题目 这是一个弹簧 起初啊 弹簧没有伸长 也没有压缩 它的力长数呢 是24的 每一公尺 24牛顿 就说你把它拉长一公尺啊 要花力量24牛顿 这个物体的质量 这个物体的质量是4公斤 起初的时候 它静止在这里 这个时候弹簧还没有伸长 所以这个时候 X 我们令它等于零 现在我们用一个水平力 这个写错了 这是P啊 水平力P 这个写错了 水平力P 将物体拉到0.5公尺处 0.5公尺的X 这个地方 问这个物体的速度是多少 就是说 你把这个力从这里 一直拉到这个地方 距离是0.5公尺 问这个物体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速度是多少 OK 然后 如果 第二项 如果物体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把这个P的力啊 把它 撤掉 不再拉它 问这个时候 物体还可以前进多少位置 因为它到这里有速度啊 有速度 它不会马上就停下来啊 它会继续前进到这里 然后再停下来 再被它拉回来 好 要求这个问题 那这个 我们知道 你要用这个 动力学来做啊 非常的 不容易啊 因为这个力啊 它不是一个定值 它是跟位置有关 P跟K 跟这个 X有关的 所以很难做 不是不可以做 很难做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 功能定律来做做看 我们用功能定律做做看 那我们把这些力都画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力图一定要画 好 力图 这些力里面 我们看看 MG 跟F elastic force 这个是保守力 只有这个力 跟这个力 是非保守力 因为它有两种保守力啊 所以它就有两种 未能差 有MG的话 它就有MGY2 U解MGY1 它有 有这个 elastic force 就是负KX的话 它就有 二分之一KX2平方 减到二分之一 KX1平方 好 那么我们现在用这功能定律 来列式子 功能定律 这个都很熟悉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显得变成这样子了 以前我们做的时候 没有弹簧的时候 就只有这两项 现在有弹簧又多了这一项 因为这个是什么 弹簧的 非保守力做的功 它的未能差 好 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 B项 这个 这个我弄 乱掉了 我们都写二好了 二跟一好了 二跟一 二 一 二 一 二一 二一 OK 好 那么 还有二一 这个 因为它为 高度都一样 所以这是零了 这是零 其实这个就是零了 这个就不要看了 就是这两个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如果是水平的弹簧 你在功能定律 可以写成这个跟这个两项 这是它的极见能 OK 极见能 那现在我们要用极见能 要用功能定律来解 我们说过 第一个你要把这个起初条件写出来 我们假设X1等于零 对不对 V1也是零 起初都是零 X2它拉到这个地方 0.5公尺 V2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要求 非保守力做这功 就是这两个功 一个P P是朝X方向 对不对 所以PX AltX DX 你们看讲义的话 那个图 你可以参考那个图 那么 如果是normal force的话呢 它是朝Y方向 它的 DX还是这个方向 那么Y跟这个锤子 所以这项是零了 只剩下一项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把P 因为P是一个定力 它说是定力 把它拿出来 那就DX DX积分的话呢 那就是0.5 减零就是零了 这个P就是10牛顿了 所以它就是五个胶尔 非保守力做的功 是五个胶尔 好 我们把这个带入 这个跟这个 带到这个石子里面去 带到这个石子里面去 这边是五个胶尔 那这两个 X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石子带进去 MV2 是这个 这四公斤 K24个 N per meter 带进去 算出来的结果呢 是等于这个 5胶尔 5胶尔等于2 KG V2 平方加3胶尔 那么 把这个 3跟5 减一下 变成两个胶尔 所以呢 V就等于 每秒 一公尺 解除 V等于 每秒一公尺 好 我这一题 还有第三部分 就说到了这里以后啊 把这个P测掉 因为它还有速度啊 我们刚刚讲 它有 它有速度啊 那它还可以 前进多少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 用功能定律 从这里到这里 2 3 把它 列出来 那现在 要记得 从这里开始到这里 P已经没有了 P已经没有了 所以它的利 我们就画到这里好了 它只有 elastic force MG 跟normal force 那现在这两个 都是 conservative force 只有这个是 non-conservative force 所以non-conservative force 我们用non-conservative force 它有机械能做的功 我们就把V3 带进去 V3 它到达最后 这个就是零了 它还可以走多远 走到最远的时候 速度 这个时候 瞬间是零 那X3要多少 问它 那个时候 是在哪里 那么你是不是 要把这个 X2 V2 再大一遍呢 X2 我们知道 0.5V2 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其实不要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这一项里面的 这个纸 是五个加尔 就是我们前面要求的 五个加尔 直接带这个 non-conservative force 只有这个力做的功 这个力做的功 因为它跟DS 是垂直 所以 是等于零 我们带进去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零了 这个是零 然后 这个是五个加尔 这个值呢 带过来就是正的了 就是二分之一 不是 这个值是五加尔 这个五加尔 这个是 V3也是零了 所以是二分 这个 等于五个加尔 解除X3 等于零点六四五个米 好 以上这个功能定律啊 你回去做题目的时候 要 要严格的 要求你自己 功能定律 要写得完整 不可以随便乱写 不可以随便写 什么二分之mv 比方等于mgh 不可以这样做 没有什么畏能 等于动能的了 好 现在我们就看 一种energy叫做 internal energy 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啊 有一点瑕疵 有一点瑕疵 什么瑕疵呢 我们现在看 这是一部汽车 当这部汽车 原来是静止的 现在它发动了 要开了 开的时候轮胎就在转啊 轮胎在转 好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这个是超距离 然后这个是接触力 接触力都有normal force 我们就画这个normal force 然后呢 轮胎是这样子转 对不对 所以作用在轮胎上面的摩擦力 是这个摩擦力 是这个摩擦力 我们家定是近摩擦力 就是说这个轮胎没有打滑 如果你汽车跑到一个沙堆上去啊 你一开的时候 它会 会 转得很厉害 可是它没有怎么走 在路上面呢 它不会打滑 它一转 骑车就走了 所以是属于静摩擦力 好 那现在我们看它的total force total force 做着弓 就是这个力做着弓 还有两个normal force做着弓 两个kinetic static friction做着弓 就等于这个 好 我们说这个等于零 为什么等于零啊 因为重力跟 ds垂直等于零 对不对 normal force 也是跟ds垂直 也是零 static friction做着弓 为什么是零呢 因为轮胎 它是滚动 它不是滑动 不是滑动 所以啊 它跟轮胎 跟地面接触的 就是这一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始终没有位移啊 当轮胎转过去的时候 这一点就离开了地面 离开地面 离开地面就没有力了 那轮到另外一点了 所以它有力 但是没有位移 也是零 所以total force 14等于零 total force 坐着弓 等于零 但是我问你 汽车有没有动啊 有动啊 那不是奇怪啊 我们前面说 total force 坐着弓 就是total work 等于EK total work 要等于delta EK 但是现在的total work total work 它真是动能的改变 total work 它是零啊 我们本来是讲 total work 坐着弓 等于动能的改变 是这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的total work 是零 是零 那就是这个total work 并不等于动能的改变 有total work 不等于零 但是它的动能改变 total work是零 动能改变不是零 好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物体的动能改变 是什么能量给它的 它绝对不是外力给它的了 不是外力做工给它的了 它是什么 它里头有引擎了 引擎里面呢 它是靠什么 靠汽油 气化以后 跟空气混合 点火 然后爆炸 一个强大的爆炸力 把它的这个活塞里面 气缸里面的活塞 推动 推动 是靠 气缸里面的 气缸在做工 气缸是它本身 本身 它不是靠这个 外面给它本身的力 所以它这个改变是什么 是由于它的internal energy的改变 internal energy 它有一部分的internal energy 给了这个动能 有一部分internal energy 转变为动能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第一种形式的这个动 这个功能定律 把它修改一下 变成这样才合理 就是network 就是总工 等于什么 等于动能的改变 再加上 未能的改变 内能的改变 即使你这个等于零 内能的改变不是零的话 你还是会有data ek 所以当这个等于零的话 data ek完全有内能的改变而来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也许你刚刚看那个汽车 不太相信 你现在看 假定这是一个外太空 好远 这个是说这个是一个 好像一个孤立的系统 外面的星球都距离它 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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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指点之间 只有互相的吸引力 别的星球对它都是 距离无穷远 所以它的引力是等于零 就这两个例 这个是MA拉MB的例 这个是MB拉MA的例 这两个例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是属于内力 内力 好 那么 因为这个系统没有受到外力 你看 外面都没有力量给它 外力就是零 外力就是零 OK 这个不要 就是 sigma f external等于零就对了 就是它没有外力 没有外力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呢 内力 所以total work等于零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了 说这个力 这个物体 没有外面给它的力 只有它给它的力 这个物体 也没有外面给它的力 只有它给它的力 就是这个力 这是少一个箭头 因为这两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加起来就是零 OK 好 total work 等于零 但是 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 拉着彼此越来越近 它就开始有速度 有加速度 就开始有速度了 所以data ek呢 起初是零 后来变成不是零 它就不是零了 所以 network 就是total work 并不等于它的 不等于它的动能改变 好 那就表示了 我们前面这个 total work 等于动能的改变 有问题了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也是把这个 就是说这个数字 必须修改一下说 total work 要等于 delta ek 加delta e internal OK 当delta e delta net 当 w net 等于零的时候 delta ek 可以由delta e internal 得到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摩擦力做的功 会转变成为热能 对不对 这个物体 这个摩擦力做的变成热能以后啊 有一部分就存在这个 物体里面 就变成物体的 内能 因为热能 你分不出来啊 我说这个墙壁有没有热能 有啊 它热能在哪里 你不知道啊 它就是在它的整个的内能里面 好 现在我们将这个摩擦力啊 f k 从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里面 分离出来 这个 non-conservative force 把它分成 摩擦力 做的功 那其他的就通通算成 non-conservative force w prime prime 所以功能定律 我们用的改成这个样子了 功能定律 本来应该是等于 这是 total work 它是等于non-conservative force 加上conservative force non-conservative force 是这两项 那么我们就把这两项 写出来 conservative force 又等于负的 delta-ep delta-ep ok 那现在我们 我们前面已经说 我们把这个 摩擦力啊 我们前面说过 一个物体 受了外力 受了所有的力 做的功 那么 它等于动能的改变 加上内能的改变 内能的改变 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式 等于这个式 这个 就是这一边 这个等于这一边 把这个式 重新整理一下的时候 重新整理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 这样的一个式 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不包含这个 这个时候 这是不包含摩擦力 它等于物体的动能改变 加上位能改变 再加上 internal energy的改变 最后我们 就说 我们原先 那个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是得 Delta-EK 加上Delta-EP 但是那个non-conservative 做的功 包括摩擦力 做的功 现在我们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不包括摩擦力 做的功 它就变成 这两项 再加这个 internal energy 改变 不论物体 有没有 物体 所有的 非保守力 是什么力 我们不管它 只要是非保守力 它所做的功 最后呢 就会变成 一个 其他 形态的 其他能量的改变 它做的功 会变成 其他能量的改变 你做的功 一定会有改变 有能量的改变 就对了 于是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 这个 这个功写在这里 这个是 本来是这个式子 对不对 本来是这个式子 我们把这个 拿到这边来 拿到这边来 那就变成 Delta-EK 加Delta-EP 加Delta-Internal 再加上 就这个改变 这个改变 会变成 其他形态的能量 不是 这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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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变成 其他能量的改变 OK 就是这个 这个改变 变成 其他能量的改变 就把这个 也把它搬过来 搬过来 这个搬过来以后 这边就是零了 就是零了 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 总能量的 改变 总能量的改变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 一个物体 在变化的过程里面 可能你的动能会改变 你的胃能会改变 你的这个 internal energy 会改变 还有其他形态的能量 也在改变 但是 改变来改变 过去 这个 物体 这个系统 总能量的改变 是等于零 你里头能量 微能一部分 可以变成动能 动能又可以变成 热能等等 变来变去 没有关系 但是他只要在这个系统里面 没有能量跑出去 也没有 外面也没有能量 也没有能量跑进来 那么他总能量就是不变 总能量就是不变 OK 好 所以这里就说 一个封闭的系统 每一个单向的能量 有可能改变 但是总能量的保持定值 这是能量守恒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质量与能量 质量守恒 你们化学系的一定 特别的 特别的了解 一个封闭系统里头 如果有好多种的物质 假设有某些不同的物质 产生了化学反应 而生成其他的新物质 这个状况下 系统物质形式虽然改变了 你看它的物质改变了 但是总质量 人保持定值 这个叫质量 这叫质量守恒定律 好 那么我们看能量 能量呢 我们现在说 这个物体 有这个动能 有胃能 我们先看动能好了 就是我们 我们是用的是牛顿的物理 在牛顿物理里面 它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的时间是定值 就是固定的 不会变化的 然后它的空间 空间 这时间是绝对的 空间也是绝对的 绝对的 那么一个物体的质量 也是绝对的 你这个物体五公斤 我看它是五公斤 你看它还是五公斤 绝对的 但是后来 爱因斯坦 它发明了这个相对论以后 就发现了 时间不是绝对的 你看的时间 跟我看的可能不一样 这跟观察者 跟物体之间的运动有关系 空间也不一样 也不是绝对的 质量也不是绝对的 那么这里就是说 根据爱因斯坦 绝对的 绝对性 它的 狭义相对论 一个物体的质量 等于M0 一个常数 A 根换1.v平方 overc平方来除 v平方是什么 v是什么 是速度 就是观察者 就是观察者 跟这个物体之间的速度 相对速度 那c呢是光速 光速 光在真空里面走的速度 好 那如果这个物体 是静止的 你看 如果v等于0 这个就是0了 那m就等于M0 所以说这个物体 静止在那里 跟你之间没有相对运动的时候 你看它的质量 就叫做M0 叫静止质量 静止质量 M0是当 指点与观察者间 相对速度为0的时候的质量 称为 指点的静止质量 c为光速 它的值大约是这么多 每秒 3乘10的8次方米 好 这个 M啊 只有当什么 v 远小于c的时候 远小于c的时候 那么 它才 m才等于M0 m才等于M0 如果这个 速度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看 当速度接近于c的时候 几乎接近于c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M就不等于M0 你看这个 如果这个很接近它 这个笔值 比如说 我们随便举一个 到0.8 哇 哇 那这个 这个M0 M就是M0倍 根换0.2来 除 那就是变得好大了 v 远小于c的时候 它远小于c的时候 不要说等于0 远小于c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笔值啊 比起1来 小的微不足道 那么M就得M0 所以 这个质量 这个M跟M0呢 并 它的差异 不会 不会显著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看着物体的速度 都不会太大了 所以 M就得M0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 展开 因为这一项 比1小很多 所以我们用二项式定理 把这个展开 1 加上 负二分之一 乘上负的这个 就是这一项 更高项我们就不要了 它就得M0 加上这一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 动 指点的动能 你现在把这个 二分之一 M V平方 M 把这个 你把这个式子 你把这个式子 把它 变一变 把这个除过来 M解M 这个拿过来 M解M0 C拿过来 那这一边就是 二分之一 M0 V平方 这就等于它的动能 动能 直点的动能 等于什么 M 减M0 的 C平方 M 等于M0 的C平方 嗯 好 或者说 直点的质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式子写成 质量M 质量M 等于M0 加上 EK OVER C平方 就是我们一般的物体的 物体速度不太快的时候 它的能量我们都叫做EK 了 EK 质量等于这个 那 我们现在 看这个 质量 质量没有动能的时候 质量没有动能的时候 这个EK等于0的时候 M等于M0 M等于M0 就是质量 就是它的净质量 可是当这个 呃 我们现在的速度不太快 可能速度也蛮快的 接近光速 那这个时候 它的质量呢 就在M0 M0 加上EK OVER C平方 那就是说 它的净质量啊 一当运动以后 它的净质量 就是这个 这个要很显著 当然你这个速度要很快 如果这个 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速度都不太快的话呢 不太快的话 那这个 这个 这个量是很小了 那现在我们说 好 当一个物体 只要有能量 有动能的话 有动能的话 它的质量啊 就会增加 质量就变成M0 加上这一项 因此啊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能量跟质量有关系 一个具有EK 动能的这个物体 它的质量会增加这么多 质量会增加这么多 OK 当你这个能量 太小的时候 这个 也不一定要是零 太小的时候 这两个还是差不多了 当这个要蛮大的时候 速度蛮大的时候 你的动能 有动能的时候 它的质量就增加了 一项这么多 好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 如果一个物体 有未能的话呢 那么它的质量 也要增加一个这个量 有质量可以互换 你能量 为什么会增加 就是说你 你能量增加 那就是 能量增加 那就是 它有未能 就是说它的未能呢 被C平方来除 就是等于它 质量增加的量 有未能的物体 质量就增加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量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式子 推广成这个样子的 EK 本来是EK等于这个东西了 EK 它就等于 增加了 就Delta M 就是增加了一个 因为C平方除过来 对不对 M等于M0 加上EK over C平方 那你单独这一项的话 就可以把EK 就等于M 减到M0 C平方 但是我们说 不一定只有EK 会这样子 EP 有EP的话 质量也增加 那Internal Energy 有Internal Energy的话 它Internal Energy 被C平方除 也会增加质量 所以总共就是 这些全部加起来 等于 Delta M 乘C平方 于是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拆开 M0 C平方 拿过来 就是EK 加EP 加Internal Energy 再加上M0 C平方 全部是等于 M C平方 是等于 Total Energy Total Energy 就是它的 总能量 总能量 一个物体的 总能量 你不能只看 它的质量 不能只看 这一项 如果它有动能 有胃能 有这个 Internal Energy 的话 那么 它 Total Energy 也会增加 上次显示 值跟能 可以互相转换 当质量为M0的质点 受外力做工的结果 而获得能量的时候 它的质量 由M0 增加到M 本来是M0 比如说 你后来有动能 动能 它就增加到M 就增加到M 就像这一项 有EP也是增加了 有Internal也增加了 那就是说 增加的质量 是由质量获得的能量 转变而来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 好多化学变化过程显示 若参与变化的 许多元素的 总净值质量是M0 而变化后生成的 猪元素的 总质量 自减少到M 就是说 起初是M0 后来呢 变化了以后 变成M 那它如果M 有增加的话 这是M减少的话 这是M解M0 是质到负M的话 那它这个减少的质量 跑到哪里去了 就变成能量 变成能量 所以我们只能互换 我们用这个式子 用这个式子 就说你这个质量 比如说你 后来的质量 减掉起初的质量 如果变少掉的话 这个标减M 如果是负质的话 负负的这 那它就放出这个能量来 这个能量很大 OK 那么 这个就是 爱因斯坦 很著名的一个 能量的一个式子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现在介绍到这里 以上的 我想 你就这么听啊 你没有办法一致听懂 你回去一定要仔细的 自己去把它消化 OK 要把它了解 完全理解以后啊 然后你才会 才会记得住 要不然的话 你都记不住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核子物理 核子物理里头有一种单位 叫做原子质量单位 Atomic Mass Unit 一个AMU是等于这么多公斤 那么 以后我们 在下学期啊 我们讲到这个 质补仪的时候啊 会跟各位介绍一个 详细的介绍 一个AMU 我们现在 先就 你就记住这个就好了 一个中子的质量 就是 照这样的标准的话 一个直子的质量 是1.00728个AMU 一个中子的质量 是1.00867个AMU 一个 一个刀原子核的质量 是2.0136个 60AMU 好 这里告诉我们 一个直子跟一个中子 它可以结合成为 一个刀原子核 或这个时候 你要把它挤在一堆 挤在一堆的话 可能你要用很大的 热量 有很高的温度才可以 好 刀原子核呢 刀原子又成为重倾 在结合过程中 产生刀原子 它的质量呢 却比直子跟一个中 一个 一个 中子 一个中子啊 这个写错了 一个中子个别质量 这核为少 就是说 你是一个直子 跟一个中子 变成一个刀原子 可是啊 直子的质量 加中子的质量 却比刀原子的质量 要来得 来得大 就它反而变少了 那结合过程里面 这个少掉的能量 到哪里去了 它就变成这个 能量放出来 表达M 你看它是等于 这是后来的刀原子核 这直子 这中子 负的这个东西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它等于这么多个胶儿 它放出这么大的能量出来 这是一个 一个直子跟一个中子哦 所以我们如果说 你以公斤来算的话 那放出来能量 大的不得了 我们原子弹就是 氢原子弹就是用这个 来来来 这个原理在做的 这个减少的能量 化作伽玛色线 辐射而出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 刀原子核 如果它要分解成为 一个直子跟一个中子 刀原子核 它的种质量 没有一个直子跟一个中子 那么大 它要分解成为这个的话 你必须要给它能量 它才会 它会做到 分解出这个东西来 所以一般它不会 所以一个刀原子核 它不会自己分 变成一个直子跟中子 所以这种能量 就是说它受了束缚 这叫binding energy 它不会自己 它不会自己把它变成一个直子跟中子 你必须要 要供给它能量 它才会 可能 变成一个中子跟一个直子 那么现在我们去看一维空间的守恒系统 好 一维空间的守恒系统 我们看到基建能 基建能 1k加1p等于1 等于定值 就是说外力如果是保守力的话 外力如果是保守力 那就是基建能守恒 基建能守恒 那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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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能 加位能 等于定值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动能用这个带 1p 它是x的函数 比如说 它是位置的函数 那么 不管是mgy 还是1kx平方 它都是位置的函数 等于这个 好 我们现在把速度 把这个搬过来 它速度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就显示啊 因为你这个速度啊 是实际上物体的真速度 真速度它一定要吃时速才行啊 所以你这个物体的总能量啊 不得小于 它的位能 你小于位能 这变成虚数了 这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说 一个物体 它 它在运动的时候啊 运动的时候 它的总能量 一定要大于 potential energy 一定在这个范围里面运动 它不可以小于它 ok 那么在一位运动里面 我们看 这个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 就是deltaEP 等于 这个我们可以写成 这两个假定是同方向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FC乘DX 好 deltaEP 就等于 EP2-EP1 又等于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一项我们可以化成这样子 它又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把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以后啊 我们把这个积分号去掉 我们就得FC 要等于负的 DEP over DX Conservative force Conservative force 是等于它未能 未能 空间变化率的负值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式子存在 好 那么 我下一次再跟各位 讲这一个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